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沼泽之鬼的诡异历史 沼泽之鬼虽然算是鬼中的龙套角色 但其作为炭治郎首次任务遇到的异能鬼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沼鬼是三位一体作战 却不是三胞胎 因为他特别自恋 所以才会分裂成三个自己 而他磨牙的招式 也不是成为鬼之后才掌握的 在还是人类时 沼鬼就有磨牙的习惯 我刚才是不是晕我去了 别忘记三连哦 令人闻风丧胆的继夫太郎 尚贤之六兄妹其实很受吴惨器重 虽然吴惨觉得舵鸡的脑子不怎么好使 但对于继夫太郎还是相当喜欢的 不管是继夫太郎的遭遇 还是他贪心的性格 吴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而且在吉原花街 继夫太郎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角色 他讨债的成功率甚至可以达到120%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 所以千万不要被他缠上 不然会变得很惨 哥 这家伙看完视频不给我们投币 放心 今天晚上我就去找他 让他连本带利都吐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